想必大家还记得这部由小演员诠释的新班娘子传奇吧 当时好评如潮 余文素帝是一眼就看上了薛宝钗 长相温婉甜美 也演出了宝钗的端庄大器 每个造型都特别好看 小姑娘这个45度角也是美得很 以及拿帕子稍稍挡住嘴的娇修静 让余文素帝都忽视了她的年纪 她大名叫钟亦凡 我看现在用钟宝儿比较多 2005年今年才12岁 宝儿演戏的经验其实没有多少 2016年才开始演戏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是电影《红简花》饰演女主暖暖 厉害的是才第一部作品 宝儿就凭借这个角色 获得了温哥华华语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最后出演过《丛林历险记》中的尼浩 在《人间之卫视清欢》中 还饰演了陈巧恩的童年 在《零明大冒险》中和沈梦辰、许浩 尼格玛提组团合作过宝儿也是 湖南卫视中华文明之美的常驻小演员 宝儿的懂事主要是和成长环境有关 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创业很早就离家了 宝儿九岁才回到父母身边 所以在离开父母的期间 孩子很容易成长得很快 然而心智也会更加的成熟 相比其他的小朋友更像一个大姐姐 她是一个蛮努力刻苦的姑娘 拍摄《红简花》的时候是八月份 天气特别热 宝儿饰演的暖暖是一个残疾女孩 下半身不能动 经常穿着长衣长裤在太阳下暴晒 宝儿妈妈特别心疼 还说热不热 要不咱们不拍了吧 宝儿回答说我非常喜欢演戏 哪怕再苦再累 我也会坚持 当我全身心投入的时候 我就感觉没那么热了 就这样 这个小姑娘一连拍了二十多天 虽然小小年纪就出来接戏 但宝儿没有耽误自己的学习 她利用业余时间把功课补上 就像这个暑假拍《红龙梦》一样 空前期间中宝儿还要学习 除此之外 爸爸还会辅导她英语和数学 送下的字学 初一的时候边拍戏边学习的宝儿 还考了年级第三十九名呢 这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爸妈特别开心 怎么样 这个小姑娘是不是很有天赋 还很努力呢 莫名的感觉 只要宝儿不转行 这会是以后 小花大队中的重要一员啊 这并不過 宝儿不中 ups 是 搭 好 我们